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分外重视自身健康 11月5号,来自医药健康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洪桥论坛 共化全民健康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说 在疫情面前,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特别是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 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重挑战 面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 全球科学家投入到疫苗研发中 据统计,截至10月底 全球共研发新冠疫苗332款 进入临床研究的128款 进入三期临床研究的超过30款 在我国,进入临床研究的疫苗 刚才已经讲了24个 涵盖了各种技术路线 在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方面 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习总书记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上宣布 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的疫苗 我相信面对不断反复的新冠疫情 各国人民都将勇敢前行 加速开展公共卫生合作 共同抗击疫情 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公立医院的兜底保障作用 疫情期间 公立医院作为主力军参与到抗疫中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控制住疫情的国家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做到了发病率最低 死亡率最低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表示 整个抗疫过程起诉我们要办好公立医院 做到高质量的产出 高质量的服务 高质量的资源配置 就是我们要有高质量的健康产出 而不是单纯的高精尖的治疗 而是服务 就是说像这次抗疫一样的 这个联防联控全民这样的一个动员 然后呢 取得比较高的社会效率 而这个高质量的服务呢 也不单纯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高精尖的治疗的服务 而是配合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话 应该是从预防到健康管理到治疗到康复 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这样的就是公立医院应该是阻力军 此外在抗疫过程中 中医药在新冠病人的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险行业为医务人员 公安干净等提供捐赠和保险保障 在李玲看来 如果将所有的这些集中在一起 中国或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民健康的中国方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